俄乌习船战开始 俄军严重失职 恐被乌克兰置于死地 收复克里米亚进行时 乌军再计双翔炮 普京危险了 扎波罗热反攻初见成效 乌克兰稳定东部战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新冷战情室 我是宇童 今天是2023年8月8日 乌军近日不断使用不对称战术 打击俄方重要目标 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8月4日 炸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登陆舰 8月5日 炸了俄罗斯的大型邮轮 据悉 这艘邮轮是运载航空燃油的 原本准备驶向叙利亚 对驻旭俄俄军提供燃油补给 可是邮轮才出港 在亚述海上就遭到乌克兰无人艇的袭击 事发后 人们不解乌克兰无人艇是如何进入亚述海的 要知道 自从俄军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四个州后 亚述海就变成了俄军控制的一个内海 乌军通往亚述海的所有路上通道 都被俄军封锁了 如果乌军的无人艇是在黑海攻击俄罗斯游轮 毕竟黑海是公海 可以理解 可俄游轮在亚述海上被攻击 确实说不过去 有人猜测 无人艇是穿越克里米亚大桥 抵达亚述海的 可是 自从克里米亚大桥第二次被袭后 俄军就在桥的两侧安装了铁山栏 修建铁丝网 而且一切通行的商船都需要经过俄军的检查 如此说来 无人艇可以顺利进入亚述海 只能说明 俄军对克兰海峡的安检形同虚设 俄军对防守方面严重失职 并且也暴露出另一个信号 乌军无人艇还会不断地对克里米亚大桥发起袭击 一旦克里米亚铁路桥被炸了 俄军的后勤补给能力就会进一步下降 轮渡对重型装备的运输能力远远不如铁路 还有分析指出 现在的乌军开始拿俄军黑海舰队的舰船 卫食无人艇 估计在年底之前 俄黑海舰队可能会被完全歼灭 目前黑海舰队只剩下18艘阻力舰艇 乌军将其全部铲除应该不会很困难 而且这是乌克兰顺利收复 克里米亚的关键一步 不仅如此 而黑海的塔曼、阿纳帕、新罗西斯克 格连日克、图阿普谢、索契等 六座军事基地和港口也不再安全 这些港口附近的水域和港口本身 都可能遭到乌军猛烈的攻击 另外 乌克兰继续对黑海 驶往新罗西斯克港的俄罗斯军舰和商船 进行系列袭击 可能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 俄方将与保险公司产生严重问题 这将导致俄罗斯在黑海的海上石油出口下降 北约地面部队军事专家托马斯·泰纳认为 这是乌克兰在战争中的有效战术 他表示 袭击俄罗斯的船只 首先会增加俄罗斯船只的保险费用 进而导致俄罗斯船运公司拒绝合作 没有保险 船舶就不能运载货物 这样一来 乌克兰就可以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 摧毁其经济 此前 针对俄罗斯关于关闭乌克兰港口的声明 乌克兰表示 将把所有开往俄罗斯黑海港口的船只 视为运载军用货物 并宣布黑海东北部为军事禁区 在这种情况下 保险公司要么大幅增加保险费用 要么因巨大的军事风险而根本拒绝工作 也有舆认为 不管是俄军攻击乌克兰的运粮船 还是乌军攻击俄罗斯的邮轮 对国际社会来说 都是一个灾难 因为战争正在朝着无差别的 骑船站方向发展 这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 但也有舆认指出 俄罗斯不断对乌克兰犯下滔天恐怖的罪行 乌克兰的反攻是合理的 这也是彻底结束战争的一个方法 从战争开始以来 每次俄罗斯打不过乌军的时候 就袭击平民 最近一次8月7日晚上7点15分左右 俄罗斯军队再次使用一丝坎德尔导弹 击中了顿涅茨克州 郭克罗夫斯克市的一栋高层住宅楼 乌克兰国家紧急救助服务局的警察救援时 第二枚导弹再次袭击 导致现场救援人员受到重创 克里米亚的情况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8月6日下午 乌克兰又来个双响炮 他们用暴风阴影连炸了两座连接克里米亚的大桥 一座大桥是琼加尔桥 这是该桥的第二次遭到乌军的袭击 现在基本已经无法通车 第二座桥梁是亨尼切斯克大桥 这两座桥梁连接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 是俄罗斯重要的交通渠道 琼加尔大桥在过去两个月内 炸了修 修好了又被炸 这是第三次被轰炸 据说事发当天 人们听到四声爆炸 桥面再次受损 随后通往琼加尔大桥的交通和检查站全部关闭 从克里米亚到赫尔松左岸地区的车辆 双向全部要绕行通过亚美尼亚斯克 和克拉斯诺别列科普斯克检查站进行检查 另一座被炸的亨尼切斯基大桥 是连接赫尔松州左岸和克里米亚 阿拉巴特甲的主要路线 俄罗斯当局说 乌克兰一共发射了12枚导弹 他们的防空系统拦下了9枚 但具体情况外界不得而知 乌克兰方面的官方消息还没有出来 上述两座桥梁被炸后 俄罗斯军队不得已将公路交通 从短的东部路线改为较长的西部路线 结合最近乌克兰无人机和无人艇 袭击俄罗斯本土的黑海舰队与黑海港口 我们可以预见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 在乌克兰南部的重要交通线沿线桥梁的袭击 是乌克兰反攻行动的一部分 乌克兰是要切断克里米亚半岛 与俄罗斯的所有联系 切断克里米亚驻军的后勤补给通道 重点是为未来决定性的收复行动创造条件 这样在下半年收复克里米亚时 就会容易很多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俄罗斯军队从克里米亚到乌克兰南部战区的后勤补给 无疑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俄罗斯的负面效应非常明显 有分析认为 今年年底结束俄乌战争不大可能 但是今年年底收复克里米亚是有可能的 另外 克里米亚对普京政权的政治意义非常巨大 普京是在2014年兵不写任的抢占克里米亚之后 才被国际人士称为普京大帝 如果克里米亚被乌军收复 那么对于普京的政权来说 风雨飘摇之势会更加严重 轻浮之日就不远了 还有分析指出 乌军对众生的打击目标清晰 有条不紊 自6月反攻以来 南线俄战区的关键桥梁 人员集散地 弹药库 频频遭到毁灭性打击 严重地削弱了俄军的战力 最后来看一下正面战场的具体情况 在东部战场 这几天 乌克兰军队分别发动了第三起大规模的袭击 一次是在巴赫木特南部的克里希奇耶夫卡 及位于韦利卡诺沃西尔卡南部的斯卡罗马约尔斯克 俄罗斯军队用零炮进行反击 另外两次重要的进攻是在扎波罗热的乌罗扎因 乌军昨天正式进攻了乌罗扎因的北部 以及乌罗扎因的西南方向 很快乌克兰军队就站稳了脚跟 之后继续向南进攻 俄军则紧急派了援兵 外界认为乌罗扎因这个地方 乌军与俄军极容易打成拉锯战 因此乌军需要注意打员 利用好乌罗扎因南面的浅河 这样可以穿插包围俄军 在扎波罗热反攻的过程中 俄罗斯方面报道说 乌克兰大规模使用火炮和火箭炮 激烈的炮火对决后 俄罗斯第305炮兵团几乎损失殆尽 被迫停止还击 目前俄罗斯提供能够全线作战的火炮的后勤供应 变得越来越困难 之后应该会尝试通过空袭来弥补这一点 另外俄罗斯军队沿哈尔科夫州的 库皮扬斯克方向多次发起进攻 但是乌克兰守住了阵地 有报道称 库皮扬斯克区的德沃里奇纳士镇 负责管辖的格里尼亚夫卡附近 有一个俄罗斯指挥所被乌克兰摧毁 东部的卢干斯克地区最近的战况也不错 乌克兰军队在这里已经占领了约3.5平方公里的土地 有少量部队从这里转移到巴赫木特 现在又转移到斯塔罗马约尔斯克 奥德萨州贝雷纪夫卡区的新约霍里夫卡村庄 也已经回归乌克兰 现在乌克兰正在慢慢恢复稳定的局势 乌尔在此地区的攻击被划分为南北战线 北部战线的主力部队是第44独立机械化旅 装备了全新的西方装甲运兵车 乌克兰的第66独立机械化旅 也在这个路段取得了巨大的战机 现在正慢慢逼近科瓦利夫卡 除此之外 105独立国土防御旅和一个非常有趣的单位 乌克兰国家边防局第15机动边防部队 钢警界线和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特种部队 欧米加M3仍然在这个区域作战 据悉M3部队在上周的俄罗斯再次突袭中重大损失 后来在其他后援部队的支持下 才重新稳定了阵地 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开战区 说明部队整体就像俄罗斯宣传的那样 失去了战斗能力 总的来说 乌克兰部队慢慢夺回了奥德萨的主动权 并不断地巩固战果和地位 此外 乌克兰北方和南方的战场 还在进行一些激烈的战斗 不过阵地并没有改变 但炮火的强度让人有理由相信 乌克兰军队能够进一步向前推进 以上是今天的新冷战情势节目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助我们点赞转发 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 请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了 感谢您的支持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